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我是依安 人生在世,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 无非就是为了追求名利 让家人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年轻的时候,我们为名利奋斗 等到我们老了,到晚年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态和年轻那会儿完全不一样 这往往抱着一种落叶归根的心态 有人问人到晚年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人说是财富,有人说是健康 在生活中,有许多成功人士到了晚年 他们都会强调这句落叶归根 所谓根就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人到晚年,要想过上幸福稳定的生活 手里要紧握这四样东西 丢了,晚年生活多半很凄惨 每个人的老年都是一场兵荒马路 小陈前两天回了趟家 正好遇到家里停水 他们家的小区建得早 没装电梯 里面的很多住户都是当年买房早 如今在这里养老 那两天,虽然供水车一天来两趟 可还是解决不了中高层老人的用水问题 有一户老夫妇住在三楼 平时很少下楼 但因为停水,他们不得不拿着家里最小的壶 排队去灌水 遇上有年轻人,会好心帮他们提两桶水 遇不上了,他俩就自己拿着小暖壶 互相搀扶着一点点运水 每当这时候,老人总会怀念自己远在外省的女儿 他们的女儿年轻时去了外省打工 后来又在那里结婚生子 如今安了家,事情也多了起来 逢年过节,也回不来几次 身边人看他们一把年纪 都劝过他们去跟女儿住吧 好歹也能有个照应 老人却总是摆摆手 他们不是没想过 但现在自己年龄大了 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 他们不知道这一次迁徙 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回到故乡 再加上,女儿女婿压力也很大 他们生育了两个孩子 照顾家里已经很辛苦了 自己就不去给他们添乱了 等真到了走不动的时候 他们想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 不给子女添麻烦 每次看到老两口一把年纪 生活质量一点点下降 就不由得感到心疼 孩子越优秀 晚年越孤独 不久前 网上有个帖子很火 孩子越优秀 晚年越孤独 事件的起因是一对夫妇 讲述自己的育儿过程 他们的儿子从小就很优秀 大学考得好 之后又去了德国工作 还在那里安了家 妥妥地别人家的孩子 但就是这个从小优秀到大的孩子 却在父亲被确诊癌症晚期时 以自己手头事情太多 再三拒绝母亲 要他回国的请求 因为没出过远门 老两口四处找人打听 买高铁票怎么买 大医院怎么挂号 可就在这个时候 先前全家人都不看好的外甥 站了出来 一定要陪着老两口去看病 看着儿子和外甥截然不同的反应 老两口忍不住 潸然泪下 谁曾想 当年拼尽全力 想送孩子去更高更远的地方 如今孩子翅膀硬了 即便风筝的线还在自己手里 却再也拽不回他了 看着独生儿子如今的反应 老两口也不禁为未来的日子发愁 人们都说养儿防老 殊不知 真要等到年纪大了 身边的孩子却很难给自己依靠 和老两口同样处境的 还有一位孤独的老人 有位老人发短视频 诉说着自己的孤独 他今年八十多岁 女儿去了美国 儿子去了广州 虽然有八个外孙 但一个都不在自己身边 他说 他们为了生活奔波 他想得开 但即便如此 从言语中也能看出老人的落寞 人到晚年 朋友渐渐离去 亲人逐渐疏远 唯一可依靠的孩子 一个都不在身边 你说 辛苦一辈子 谁不想安享晚年 谁不想子孙绕席 可如今 这么简单的愿望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 竟都成了一种奢侈 对于很多独居在家的老人来说 他们的生活只能自己找乐子 他们的寂寞只能自己排解 人到晚年 儿女没有邻居亲 令人感到难过的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如今的独居老人越来越多 他们中 有人不愿给子女添麻烦 有人被孩子留在老家 常年少有问候 更有不少人 就算子女近在咫尺 却很少去尽赡养的义务 有人说 这都是因为子女离得太远了 对老人疏于照顾 才会酿成这一惨剧 可有时候 是否孝顺和赡养老人 真跟住得远近没关系 上海法院审理了一起案子 46岁的王某 因为拒绝赡养父亲 构成犯罪 被判处一年零三个月 说到王某的父亲 不少人都为老人感到心疼 他为了儿子终身操劳 供他读书工作 看着他从孩童长成大人 可儿子长大了 自己却被泪弯了腰 诊断患了重病 需要长期静养 因为老伴离世 他曾期盼过 儿子会回来照顾他 可同在一座城市 儿子只有没钱时 才会敲响他家的大门 甚至在因为拖欠房租 不得不搬回家 与他同住的那些日子里 儿子也只知道打游戏 遛狗丝毫不会过问 老父亲的身体状况 后来老人摔了胶 躺在床上无法动弹 可他的儿子依旧我行我素 如从前一样准时遛狗 还带走了父亲的手机 在超市网吧里尽情挥霍 再到后来老人咽了气 停止了呼吸 这位儿子却连后事都懒得料理 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 替老人料理了后事 并将这位儿子告上了法庭 儿子的种种言行令人愤怒 更让人为老人的老年生活感到心寒 万万没想到养儿十几年 到头来养了头白眼狼 儿子长大后对待亲生父亲 竟然不如一条狗细心 人到晚年 手里要握紧这四样东西 看着如今不断被报道的老人生活 作为每一个都会步入晚年的人 都或多或少得为自己做些打算 无论什么时候 手中一定要紧握这四样东西 要有一笔储蓄 天道中 丁源英跟母亲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养儿是为了防老 那么父母就是天然债权人 如果这种感情比山高比海深 你永远想的就是还债报恩 老人越是觉得养儿防老 就越觉得吃亏 心里就越苦 这话说的虽然现实 但冲击了太多中老年人的痛点 如今生活节奏加快 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情况越来越多 大多数年轻人并非不愿赡养老人 而是面对上有老下有小 自己钱包空空的现状 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此放下对养儿防老的期待 提前储蓄 做好理财 是给自己最后的一份保障 要有一间住所 年轻时 太多人想过养儿防老这件事 甚至有不少父母 希望自己能同已经结婚的孩子 住在一起 却不知如今的文化 早已不再是四世同堂的大家族 而是一夫一妻 外带孩子组成的小家庭 两代观念不同的人住在一起 除了徒增彼此的烦恼外 几乎带不来任何正面效应 怪不得人们都说 孩子一旦结了婚 同自己就是两家人了 虽然扎心 但我们也必须接受 要有一个好身体 人到中年 孩子慢慢长大后 就该把更多的时间 投入到自己身上 锻炼身体保持健康 年老后 如果孩子不在身边 我们能依靠的就是 自己的健康 金钱 心态 只有当我们对自己的生活 充满希望 才会认真地规划自己的生活 只有当我们放下 对养儿防老的依赖 才不会在平日里 放松对自己的健康管理 才能体面地过好老年生活 要多结识朋友 其实 行至晚年 几乎每个人都逃不过 被孤单包裹的宿命 因此 中年以后 请你一定要善待自己的伴侣 子孙可能会远离你 去过自己的生活 但伴侣 却是那个能够和你携手到老的人 除此之外 也请你走出去 多去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 多去结识 有相同爱好的好友 相互陪伴 也能给彼此的生活 增添几分乐趣 如此 才不在老年时 孤苦无依 才不至于在病床上束手无策 总结 任这一生 无论你年轻时多么光鲜亮丽 都不可避免地 要缓慢走向暮年 提前预知风险 提前做好规划 才能让我们的晚年生活 多一分体面 少一分仓皇 人无远虑必有尽忧 所以倘若可以 请一定早早规划 自己的晚年生活 如此 才有可能过上 舒心富足的晚年生活 才有可能少点忧虑 一样天年 愿我们从此刻起 多为自己做些打算 愿每个人的老年生活 都能舒心自在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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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